如果根據報章的報導內容 我是保護協議所限 我不能夠很詳細地交到會議內 也不能夠交到會議上面 大家其實是討論過什麼 但如果是按照報章引直的消息的話 我個人就會認為 其實昨天下一會做的一些決定的理由 或者他轉載的一些理由 以及整個處理的事都不是很恰當 問及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去處理相關投訴 舒血南認為應該要審視雙方的理據 然後展開一個正式的聆訊 其實作為學生代表來說 我自己都認為 我們在處理這宗涉嫌會選的案上 其實阿娟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他是不是構成一個會選的意圖 但其實更重要的是他這個行為背後 就是他沒有這個意圖去處理會選的行為 因為其實也是關乎到本身的候選人的誠信問題 也有關乎到整個選舉是否公平地進行 以及大學整個的整體聲譽 我覺得必須要看清楚 雙方面的一些證據 去審視到底他沒有這個意圖去作出會選 才有轉一步的決定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有一個正式的聆訊 去問兩位的當事人 一些相關的資訊 而有一個更加深入的調查 而不是只是在案部章所說的下位裡面 在一次的會議上就決定了 所以我認為其實校方是應該去交代 到底昨天校會裡面裁決的一些理由 還有就是一些什麼 還有就是也希望校方去 真的去展開一個正式的調查 而不是在昨天校會裡面做個決定 就是算數 我想這件事情其實關乎到整個大學的聲譽 還有特別是因為那個候選人 是一個民選的一個校內的成員 學生的利益是非常受影響的 所以應該也會跟我交代 所以我也希望校方立刻會有一些回應 甚至也是需要有一個正式的調查 去保障同學的利益 還有也顯示到其實 就是教務處在安排這些校內的管治架構的 一些選舉上面其實是很缺乏一些 明文規定的一些程序 或者處理的方法 例如是他沒有一些處理投資機制等等 都希望日後教務處再出適當的安排制 檢討現在的制度 以及去訂立一些所謂的選舉手則 希望以後也不會再出現這些事件 還有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 無論金額是說80元人民幣 或者你除了它是多少錢 其實已經是有一個誠信 以及一個連結選舉的緊張 我覺得必須要去認證處理這件事 最後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是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